中国政府最近提出要求说如果想让美中双方达成贸易协议 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 对此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白宫助理贸易代表杰夫慕恩认为 这要求并不意外而美中贸易谈判似乎在原地踏步前景难以预料 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鲍容来介绍鲍容 好的林森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G20峰会上 同意恢复美中贸易谈判 紧接着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上周四的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是中美贸易的摩擦的起点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话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那么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白宫助理贸易代表杰夫慕恩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 他表示中国的表态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取消全部的关税一直是中国在谈判中强调的核心诉求之一 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从很多方面来说 整个局面变得难以预料到目前为止 贸易谈判已经进行了一年半 中间有许多反复和变数 很多变数都源于总统的推特 所以我们看到5月5号宣布加征关税的推特 我认为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并且可能会面对许多不确定的事 是的 除此以外呢 慕恩还指出 是否能够取消关税 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特朗普总统 因为特朗普总统把关税视为非常重要的谈判筹码 那么他还表示说 两国的领导人会后没有签署联合声明 也没有公布具体达成的共识 那么美中谈判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很大的进展 相反的 中国做出让步的可能性 似乎还变得更小了 来看看他的说法 我认为谈判还在原地踏步 但是其中的心理因素却改变了很多 在5月10号谈判终止之前 中国一直试图保持3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因此认为特朗普的手段 对于中国是生存死亡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反美言论逐渐增多 中国的立场强势了不少 这点也体现在官方的声明里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做出大政协议所需的让步会更加的困难 是 此前在5月1号的时候 特朗普政府是宣布 从那时起要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的关税税率有10%提高到25% 之后中国国务院的关税税责委员会 也随后宣布对进口自美国的商品 施加报复性的关税 那么穆恩指出 除了中国此前的强硬态度 特朗普总统的反复不常 当然也是使得谈判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并不意外 这个要求听上去很熟悉 5月上旬贸易谈判终止后 中国普总理刘鹤宣布了三项要求 一是取消关税 二是确定中国采购美国商品的数量要符合实际 三是确保协议文本的平衡性 所以说这个符合中国一直以来提出的核心要求 是的 我们都知道美中双方将在 本星期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 但是针对中国取消关税的要求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上星期已经表示 美国方面已经非常的随和了 不会在谈判期间取消现有的关税 好的 感谢记者鲍容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